欢迎继续回到高雄现场的节目当中 在这一集呢 我们是一起要来讨论高雄捷运的建设发展 今年年底呢 环状轻轨捷运线呢 就已经要开始动工了 而尤其是否能够延伸到捷运红线的部分 继续来照顾我们的小港 还有林园区的地方的市民朋友呢 地方也是非常的期待 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还有许多的问题要克服 包括要怎么样来规划 还有钱从哪里来呢 刚刚呢我们的卢老师 还有在座的议员 以及我们的市府官员 都有提到这个预算的问题 那在相关的一个配套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 有提到就是用快捷公车的这个部分 那韩议员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阿三阿三三刚刚到小港 楼南到庞南部那里七公里 庞南部南七级出来到二五公里 总共十二公里 不过我非常同意 卢老师刚刚刚看法团 先用这个米鸭梯 用这个马蚀方式来做这个代替 慢慢把这个音量养成了 等到那个文章有够了 我们再来做这个清贵截圆 这点是我们接受的 不过我现在要提供一个所谓 我们知道台中 中庚林海冬月区 包括我们最近在推动的 这个蓝星计划 我们照他的这个三定案 这个上班人口 我提供一个所谓 南七油天那里 总共会冲着四千人 自由贸易港六千人 这个第六贸易中心两万七千人 你问江洋区 目前是四千五百三十二 会在上班 你问江洋区九千人 这总共加改 刚才八万行的这个蓝银阶级 他的三定总共 刚才差不多超过两条 你要看像这个密度 这段的路线改进 包括原来路一条路线而已 人车针道 包括到飞轨大飞车 未来导致南星 他们计划这些工程 为了他能处置 刚才像这条 台十七算的路 所以说市府的借文局 在整个清贵港湾这条的东西 向南延伸第一次 当我特努力的任务 我们两个给借文局 表示感谢 做过公庭的料 才知道 这些理念 这些理念 当局的阮盟 你看 污染的 工业区的 当工业的 我们的房地散路计 我们的土地不计计 都是在南部 修工坚定 如果说到交通便利 这些就没有任务的分 这任务人 包括修工工业 都一直 很不满的这点 当然 我们知道 考虑到 中央的補助 跟市府的主比判 往往就是因为中央制度的问题 让我们自己要准备的 市府的财源 所得要特别借 这真是不公平了 刚才我们有说 这些经过的土地 如果它 目前走这条沿海路 这条地基路旧的利贷 其实是一个无计划 港口的土地 但是台北 它经过都是 寸土寸金的 用这种美食山地的 生产出来的附加价值 要放在任务这段 我们永远就没办法来做成 所以说未来 中央政策的探设时 应该要做一个修正 如果这样政策可以推动 未来的资产比判比较少的时候 是不是这条沿海 要快点开通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基台 这是任务人和修工 因为工业区所在地 所冲则出来的山地 可以超过他们台北 土地生达出来的山地 这是不一样的 一个建设方式 刚才卢老师也一直有提起这个 所以说未来中 政策的借店 我想可以特贵立委 或是持有这些 包括这种工 来向他们做一个最好的政策 中央和地区都要共同 我们都要打招 但是我们来请问这个 接运局 如果说LRT目前 如果说有困难的话 那用BRT刚刚吴老师他们所建议的 是不是也在我们市府的一个规划 计划里面呢 这一个是肯定的 我想我们交通局其实 市政府是一个一体的 不管接运局交通局 交通政策是走在上游 但是接运局是在工程 但是我想对交通的改善是一体的 我们市政府对了铁路地下化 整个工程里面有没有高雄计划 走源计划 有凤山计划 将近1,000亿 1,000亿里面 我们市政府要负担 差不多297亿 那环状轻轨 165亿里面 我们现在做了160亿 我们市政府要负担97亿 所以这个负担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一定要先有建设 发展才能快速 如果我们停顿在那个状况 不去争取 那我们高雄的越来越 因为低落下去 发展之后遭到阻碍了 所以我们在整个政策的推行里面 不管我们在中央在地方 我们一直要求 对高雄南部地区的补助 应该不能够比照台北市那种状况来处理 这是我们一直要求 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的议员跟我们的立委 完全来争取 来协助我们 我们是全力以赴 那至于用VRT这个方式 在前年已经有这样一个方式执行 就是说中央你补助我购买车辆 市政府不要再边经费来购买这种 增购车辆的一个经费 那这样我们地方 就来可以有这种车辆才能够运输 才能够密集 那我们的司机 我们的人员可以增加我们整个高雄市的一个就业机会 然后又可以增加我们来运输的理事 就是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方便 当然最主要改善 改进我们使用交通工具的一个习惯 那这要改善我们的交通工具的习惯 必须要让人民能够方便 如果你不能让人民方便 我干嘛要去机车来搭你的公车 所以市政委要努力的 就是一定要密集 征求精卫的补助 5分钟10分钟你要肯定 你不要让人家说10分钟 只有等了50分钟还不到 那对市民的需求差太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 市政府整个交通政策 整个市政府的资本 或者是资金的一个运用 会做很妥善的处理 但对大众艺术系统来讲 我们还是很重要的一环 一定要达成 竹脸循序渐进的来做建设的 是谢谢副局长 那至于所谓我们中间的一些 配套相关的 规划的进度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 这个副局长这边 再给我们观众朋友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宏局两线是 也是除了高铁以外 还是一个VOT 那对VOT来讲 其实对于我们南部来讲 更是负担很大 一个捷運公司来讲 其实它负担这些 兴建的经费 它未来要负担 折旧也好利息也好 都非常庞大 那我们的运量 基本上你看 从今年的春节 每一天啊 每一天都超过20万 甚至于到30万 表示说有这样的运量 只不过是因为 我们的习惯还没改变的时候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还是机车比较方便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把它改变 那对于未来 我们在整个发展的 这个时间的起点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的环算轻轨 在今年如果能够 顺利来动工 我们在103年 希望能够 由第一阶段来通车 那接下来配合铁路地下方 107年铁路地下方完成 我们的环算轻轨也完成 那整个高雄市的交通的 运输的规模又不一样了 那在这个中间呢 这几年时间 我们要整个规划 高雄市所有整体运输系统 重新来做配套 因为高雄县是合并以后 你必须做整理考量 那现在我们小港临远 已经优先提出来这个需求 而且把它整个音量的 已经提出来 那我们就要整个来做考量以后呢 来做一个优先顺势的一个配套 但是现在交通部呢 他要求要三阶段 那三阶段就是我们行政单位 要去努力的 我们要需求就 当然最主要 未来在整个核定计划里面 尽可能缩短时间 那缩短时间 除了行政单位的努力 我们就更需要我们的 议员 我们的立委 还有包括我们的专家学生 来支持我们做这样一个 前进的一个动力 是 基本上高雄 因为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的幅员辽阔 那人口的分布上也是 非常的不平均 那所以比较没有办法 像台北市捷运这样子 立刻就是他们的地载人酬 然后好像捷运发展起来的话 是比较占有先天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在相关的路线的部分 尤其是在接驳的部分 我们捷运局是不是也有 跟我们的公车处 这边做一个衔接呢 我这个一定需要的 在公车的接驳 在我们每个捷运车站 都是有很要求密集的公车来接驳 那因为公车 我有大型中型小型 那基本上如果捷运车站 能够用中型的公车来做接驳 而且密集度能够提高 那让我们整个捷运的需求 人量很快的疏散 很快的聚集 那这对我们捷运的酝酿也讲 对公车的使用来都非常方便 那市民也会改变习惯 那现在我们又有把这个脚踏车 把它纳入进来 在今年开始 我们使用脚踏车的人数 已经倍数的增加 这表示我们的生活习惯慢慢的改变 但是我们高雄的一个气货特殊 因为非常炎热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很快速让大家等的话 他没有耐心 对啊像刚刚那个政议员就说 等要等50分钟 所以管理听我们允许这样的整个 是不是觉得说 还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来加工 对对对 所以整个那个所有高雄市的 这样的一个大众 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的 包括捷运局 交通局其实都是跨局处的 那捷运公司捷运局 其实都比较属于硬体方面 那交通局是整个路线的规划 那我必须在我们的观众面前是说 在市政府跟中央的一个第一阶段的规划 在我们临港线 就是所谓的从孟时代周遭到跨到整个 包括凯旋路 到未来的流行乐中心 世贸展览馆 这样的一个区间 可能定位就是一个观光的产业 观光的产业 那当然这还有涵盖整个高雄市原来的南北 南北区 这样南北区做一个环状 做一个接驳 这样的一个规划 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提醒说 在整个高雄市未来十年的 十年后那个产业 其实是都是一个区域发展 那我在媒体上跟我们韩议员 就是在公听会上也特别要强调 就是说高雄市的像我们的工业区的这个区块 实际上已经面临到一个 这样的产业已经进驻进来 未来产业进驻进来 它必须面临很多就业人口 劳工人口进来的 所产生的交通问题 那这个交通问题必须要包括低阶段的VRT也好 那未来的轻轨也好 都是刻不容缓的 那这刻不容缓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包括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发展 才能够应变未来十年后高雄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一个减量机车方面的政策 还有就未来的轻轨方面 应该比较宏观的来做一个很 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政策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 预算的一个经费方面的一个 不管是优先顺序 我想这是一个攸关城市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也呼吁说中央还有地方的政府在一个 特别是在一个工业城 它是一个不管是高雄市这个城市也好 未来整个台湾的产业结构 实际上在我们的林园小岗前镇 它面临的就是一个交通必须要面临很大的规划 所以我们也呼吁说在这样的路线规划 中央能够赶快来做一个定案 然后经费能够在一个整个一个考量之下 你又要只要产生污染又不让我们便捷 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公平正义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路线能够赶快定位好 然后又可以取代原来的捷运的路线 是 所以刚刚我们正议员也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就是将我们的一个观光的路线把它带进来 所以卢老师你看这样子会不会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充运量的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事实上高雄现在的捷运 反而是观光的人口多于实际上的搭乘 就你看到礼拜六礼拜天的人口的搭运量会比这个更多 假日甚至于大型的假日 当然那个有的时候外来的人口来这边观光 他都反而都在搭捷运 但是问题是说等于说高雄市的转型到底怎么转型 除了工业之外我们今天要变成 我们要我们说我们要转型成一个观光的城市 就是服务型的城市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型的工业区 比如说你说在这个 这个 林远算是工业区 然后我们很多卫星的就在我们都市的边缘的工业区 那他们在白天在那里工作 或者他们到了假日或者到一般的时候 他们要消费要生活 那生活就在当堂就在市中心去 那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把他的车子接驳进来 我觉得这个本能就是要这样思考 那这样思考当然你就是说 我这个尤其很 我知道他们在做这个运输系统的时候 他们都会考量说这个工业区他们这个上下班 这个就是尖峰的那个 平常的时候车子都不知道 都没有在用 我有一次去大林的火力巴电厂 看他们下班的时候 台电他们有自己的转车 交通车 他转车就是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他们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按照你这个理论他们更浪费 那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这个你想想看 如果以一辆车50个人坐的这样子的大巴 他们这个快速运输的大巴 那一部车 现在有一些车子很便宜 就是我讲电动的是比较贵的 那他大概要大概最多800 如果大量的生产了800万 但是我们买摩托车 每个人都要买一辆摩托车的话 大概要300万 但是你要知道相差的那500万 其实那种对社会产生的健康 对安全各方面 其实那个成本只要一两次车祸 就回来了 我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子去思考 可能我觉得 对高雄的交通大动的运输 其实刻不容缓 也因为他有很多种的功能 包括他减碳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会降低 尤其是减碳这个部分 我刚才已经讲过 我们其实现在就要调制基金 如果调制基金这个部分 一开始就先来放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更有道理 因为大部分的都是 调制基金都是 这个领海工业区这些厂商收来的 然后我们回馈你 然后让你 他就不会觉得说 哎呀我要缴税 又给我调制基金 又给我拔两层皮 那如果说可以想办法 再帮他们做更便捷的运输 用这个调制基金 其实这个只要拿两三亿 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地区 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 那我再特别讲 交通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要补贴的 那长期以来 其实中央也是有重北清南 我简单的讲台北这些大众运输 大家觉得都非常方便 但是至少我知道 在2007年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数据 台北一年 就是光台北市 新北市不算 那时候要到台北县不算 光是台北 他们用补贴大众运输的补贴 一年大概要花30亿 我们高雄一年不到1亿 那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空物基金 给他补贴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你逼得人家要方便 当然的的确确我们的摩托车 真的很方便 但是问题是说 台北它这个是整个的问题 台北摩托车也是很多 但是问题是说 你如果没有更好的运输的系统 它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 造成安全跟人命的影响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有一些方法 今天有个主题 钱从哪里来 我觉得 政府其实是可以去想一些方法 像刚才我讲的这个调制基金 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 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 迫不及待的 要来做了 现在有很多的智慧型的系统 它可以让班制更减少 更密集 更有效率 但是还是有一点 还是要抑注一些钱 不然的话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突破了 好 谢谢 谢谢卢老师 那刚刚就是我们听到就是 曾议员特别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在国际都市当中 我们看到的法国里洋 澳洲雪梨 还有日本广岛 都是因为用轻轨来带动这个观光发展 还有城市的发展 所以我们高雄市的第一条轻轨 更是让大家格外的期待 那我们是不是请教韩议员 您对于这个我们可能延伸到 我们陵园之后的这个轻轨 带动我们地方的这个陵园的观光 是不是已经地方准备好了呢 这条轻轨是全国第一条 落在高雄市 我相信全国都在看 特别是这个国际的这条轻轨 当然我们在做议员 我都参加了 这条轻轨是在这个 岸内 在港湾里面 水枯的铁油来走 全程22公里 我相信大家都在定位 做一个观光行的路软 那么观光行的路软 来拼去市中心 来做在港湾 做在更便宜 更高区的所在 特别是中方政策 它的规定 土地的出力没保障 土地出力没保障 几个单位 会把这个土地的这些使用 迎定我们有取物的土地 甚至是公共设施 建议是原来的旧地区路 我用这个路线来在走 我相信未来的这个 这个载音量 是不是会每次入聚的 这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期待 当然我们要说原神 要到任务这个 如果在这个阶段 可以一边 来做成价位 送什么宴会 我相信这是任务人 堂所的期待 不过已经定案了 第一阶段的延伸 未来来到 小港 大南部 南市价位 配合 内地所有的这些职业人口 包括流动人口 包括那些基础人口 还可以进一步 原神到任务 从总共到这个 十二公里而已 我相信不太短 但是就是这个 这个登记工业区的污量 包括我们 缴税人的公平 你看 平民的缴税 南部这些流行改革 所享受到的交通的便利 就是比一般市中心的 这些比较不公平 这是我们登记要服务的 不过这阶段的延伸案 在我们建议局 建议务领 包括我们的议员 当然 特别是电工与议员 大力的支持 我相信不用几年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很大的基台 可以冲着 南部的交通便利 包括 到工业区 这些登记 这些流行改革的 这些辛苦的兄弟 大家有一个 便捷的交通工具 可以借来市中心 可以借来上海班 上海科 我相信这是南部 特别是修工联盟 所有乡亲的生意和基台 是 感谢韩议员 那我们捷运局 这边是不是可以 为我们今天的题目 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论呢 谢谢 各位观众 我想大众因素系统 对整个都市的发展 是有很大正面的一个效应 在全世界里面 只要超过100万的人口 一定要大众捷运的意义的系统 那因为在整个众因来来讲 对我们来的负担 因为是确实很大 但是有一个替代的 我们从发展 从BRT开始 从轻微开始 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当然大众因素系统 会改变我们市民的一个生活习惯 跟交通 你一使用工具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是要循序渐进 在我们整个政府交通政策之下呢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使用大众因素系统呢 那第一个可以检探 第二个的安全方面 又可以获很大的一个帮忙 当然所有的预算方面 市府在整个规划呢 会做整体的一个考量 未来希望他每一年 像台北一样 我们每一年有每一年的计划的进度 那很快的我们这个环线轻轨 如果能够完成啊 那对高雄市的整个 城市的一个形象提升 交通运输的方便 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那未来长期入网呢 我们会更加在议员的辩测之下呢 我们会做很好的考量 做未来我们将中央征取预算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谢谢副局长 那卢老师 我在想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到欧洲 我们跟正议员也 前几年也去欧洲看 你感觉那个地方啊 为什么那么好 那么空气那么好 你每个城市都有一个 都有捷运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轻轨的系统 他们越来越进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真的是要要呼吁 尤其我还是要呼吁中央 应该要对这个部分 来做一些协助 因为高雄市毕竟它的 我们其实服务 我们尤其是林园跟小港 我们其实是 我高雄是出钱服务中央 因为那个地方都是中央的 车管的区域 所以我觉得他更要 应该来协助 是 今天非常谢谢您收看 我们的高雄现场 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